110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延长到6月底 现在距离报税截止日只剩下半个月时间 财政部表示截至6月7号为止 已经完成结算申报件数约有460万件 大概是占去年总申报件数645万件的71% 也就是说大约还有三成民众还没有申报 而申报件数中采用税额试算件数有151万件 财网络申报件数有306万件 由于110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以及缴纳期限 是到今年的6月30号为止 因此财政部再次呼吁 尚未完成结算申报的纳税义务人 多加利用网络以及多元缴税管道再加报税 以减少接触降低染疫风险 另外为了鼓励纳税义务人使用手机报税 再加报税以及一化缴退税 各区国税局都推出相关抽奖活动 像是北区国税局就推出多重好礼大放送 以前述方式申报就有机会获得再加报税奖 最高奖金有5万元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有4万元